欢迎收听玄幻多人剧《傲风》 作者 风行烈 由一刀苏苏 一种侃侃 三十克度制作 第二百四十九集 就在他们站着身体的瞬间 每个人的耳旁突然听到了一声极清极浅的叹息 那声音邪似至极 仿佛是一个蛊惑人心的妖魔 令众人瞬间目光呆滞 产生短暂的失神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紫色的影子 墨的从一片阴暗至极的角落里闪现出来 快如极光 窜入了关押傲风的圣唐大殿内 远远的 傲风的瞳孔便印出了那个飞身而来的男子身影 他一身紫色精致绽开 手持长长的黑色死神镰刀 满头的紫发飞扬 檀木面具下 一双流光溢彩的邪魅子眸 漂亮的 让人看一眼就会神魂颠倒 慵懒的气质愈发磨魅 但这身战凯装束 偏又带着一缕熟悉的优雅 青红 傲风认出了来人是谁 这不正是使用紫龙楷化的云青红吗 他来救他了 别问那么多了 低头 男子沉声低鹤倒 手中的死神之脸 在空中划过一道灵力弧线 重重劈在那神圣囚龙上面 生命神幻气 煞时展现出了他强悍之力 神圣囚龙比之低一个层次 在这一劈之下 轻而易举地被其破坏 笨蛋 有你这么莽撞的吗 光芒幻变这么多高手 你一个人跑来 不是羊入虎口吗 那个神君的速度 要追上我们轻而易举 好不容易才跑了 干嘛这么急着来送死啊 傲风在龙中待了一刻 跺脚怒道 他既焦急又气愤 偏偏心中 还有一种难以用言语表达的感动 和快意 仿佛回到了当初 和云世天同时死去的那一刻 这样的心情 如此相似 我不能不来 云青红 深深凝视他的眼睛 低声道 你不愿意我遇到危险 那你就应该体会到 我此刻的心情 你那么冷静 那么聪明 明明很懂得隐忍的道理 为什么也有冲动的时候呢 有些东西 即使明知道不能成功 明知道这么做是头脑发热 却还是会忍不住去做 哪怕只有一线生机 我也要试试看 云青红 默得紧紧握住他的手 沉生说道 阿峰 我不能看着你去死 我不能 其实我根本不是那种感情用事的人 那么多年我都忍下来了 我也一直以为 我可以忍耐到有足够实力报仇的那一天 可是 这一次 我忍不了了 我不想看着你出事以后 我再去为你报仇 如果要是选择的话 倒不如我和你一起死 反正我说过了 我的命 交给你的 奥峰愣愣地瞧着他 瞧着他明亮地熠熠生辉的紫眸 眼眶 秃得一阵温热 快跟我走吧 云青红话说完 一秒钟也不愿耽搁 拉着他就跑 飞快地从笼子里面跳出来 奥峰已大约明白现在他们的处境 知道此地不宜久留 会议地与他一起向着神殿之外冲去 包裹在他周围的赤 现出了人形状态 足下轻点跟着他们冲出来 神圣囚龙被破坏 神君一定感觉到了 此时正是争分夺秒的时刻 云青红冲入其中 劈开神圣囚龙救出奥峰 不过是眨眼的功夫 殿外的神殿骑士和圣唐武士 已经从迷蒙状态下 纷纷清醒了过来 惊慌地敲响了整个卡维尔圣城的景中 凄厉尖锐的叫喊声 撕破了宁静的夜空 云青红眸中立光闪烁 冷声喝道 杀出去 这个声音响起之时 奥峰的十九把神幻器飞剑 和云青红的死神镰刀 已经宛如砍瓜切菜般地 在守门的队伍里 硬生生开出了一道口子 对握着死神镰刀的云青红 和变态无比的奥峰来说 这些四阶职业者的神殿骑士 圣唐武士 全都是一堆小菜 现在不是保留实力的时候 不能一次冲出去 后面想走也难了 云青红手中的死神镰刀 挥向谁 便能轻易地带走 那个人的生命 死神镰刀的厉害 不只是锋利 还有精神攻击 只要压向他们 就会令人产生瞬间的呆滞 也不知闪躲 一镰刀下去 必会毙命 奥峰毫无犹豫 亮出晴天巨剑 使出组装幻兽砍 巨剑所及 血花似箭 至于赤 则是眯起飞红的眼睛 弹出一缕缕细小的天堂之火 稍有沾染者 即刻便会被焚为灰烬 死神镰刀 是黑暗幻地的邪地呀 他把情风放出来了 警钟大响 飞快地向着四面八方 传了出去 恐怕谁都没有料到 云青红竟敢一个人 跑到星辰高坡的 光芒大本营 如此大张旗鼓地出现 星辰高坡的防御 素来严密无比 尤其最近 还禁止了盛城的出入往来 神殿里的全是 光芒幻殿核心成员 连神君也想不到 居然会出这样的事情 血的气味 混合着人体瞬间蒸发的枯椒 人油味 迅速蔓延 几个呼吸的时间 已经有不下二十名高手 丧命在两人一兽手中 但二人的神色 却都无比凝重 现在的优势 根本不算什么 光芒的高手众多 即使神君不出现 光是那些审判者协会的 四十多个幻宗建尊 就能叫他们吃不了兜着走 两人各自挥出 一记大幅度的攻击招数 将周围的人逼开少许 就看见远方的星空上方 有人向着这边飞了过来 是商千 他们过来了 好快的速度 奥峰看到那领头的人物 面色微沉 上回和黎振交手 他毕竟占了偷袭的便宜 若是正面对抗 需要的时间那就多了 而且他身后的审判者数量众多 奥峰三个绝不是对手 快走 虚晃一招 趁着方才撕扯出的那道口子 两人一兽便如三颗流星 飞射了出去 拦住他们 商千怒声喝道 这该死的家伙 竟然在我圣堂里放火 如果让你就这么走了 传了出去 我们光芒换电的面子 还要往哪里摆啊 与此同时 一道恐怖的强力光柱 在奥峰前方平地而起 小心 云青红眼露骇然 一把抓住他 手中的死神镰刀 对着那白色光柱 狠狠挥出一击 被那巨大的力量 狠狠反振地 后退了数步 强烈的能量波动 几乎擦上了奥峰的鼻子 幸好在危险来临之前 即使被云青红抓住 但经这一组 奥峰和云青红的脚步 不得不停了下来 商千等人紧随而上 四十余名五阶职业者 将奥峰三个团团围住 那白色光柱慢慢出现了真身 却是一只通体银白上 镶着一颗幽蓝色神圣水晶的长杖 圣洁的光辉 刺得两人两眼发疼 该死 裁决之杖 云青红握紧手中的死神镰刀 咬里咬牙 浮空的裁决之杖后方 神军灵兵 冷冰冰的身影 疏得出现 满脸嘲讽怜悯之色 单枪匹马 独闯光芒大本营 歹时倒是不想 可惜你这是自投罗网 像你这样感情用事的人 本军真不懂 你凭什么坐上这个鞋地的位置 再见